狗除了玩狗球还有别的用处吗 思来想去我决定要狗 反普归阵做一个真正的道 只带狗去部落站推评满方15本 老规矩先通知一下首领 哎 首领认可了我这次的配兵没说替我 就等于鼓励我去打 这次的打法看似很狗 但并不是特别的狗 因为狗球流就有一种打法 是用闪电边前戏打掉重火力 然后再用狗球收尾 狗负责扛伤害气球来输出 那我这个打法和闪电边狗球 其实思路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狗负责扛伤害 然后狗也负责输出 毕竟咱们足足带了十个狗 爆炸出来的小狗也有一大堆可以打输出 然后我还带了二十个哥布林 万一打了黑三就用哥布林偷个资源 毕竟部落站不能白来一次 哎 首领又来观战了 让他们见识一下狗的威力 一会打完了 看他还说狗不狗 对面的援军竟然也是狗球 还真是苍蝇不盯无缝的 还是物与类聚 狗与群分 这个狗优先打防空火箭 所以咱们在这里入狗 后面跟野蛮女皇勇王 润土先不下 然后后面接着放狗去扛伤害 对面的狗拖了太久时间 直接下润去 然后把剩下的狗都放了 因为这个防空火箭要被打掉了 打掉以后呢 他们就会都去另一个防空那里 正好走在往前面去扛伤害 哎 最后一个防空也爆了 然后现在狗就会优先攻击防御箭中 大狗在前面扛伤害 小狗在后面打输出 这就是新概念狗 充分的有每一只狗 最后呢 再教个精神 扛一下孙虎雷 这把三星拿下 好了 你们觉得这个新概念狗球 狗狗流怎么样呢 喜欢的不妨来个三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